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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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everyone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我在 我在 我在加拿大法语区的生活 我现在住在加拿大的蒙特喽 不是翻成蒙特利尔 就是Montreel 那我现在在McGill University 在这里的一个英文学校 英文大学念书 那想要跟大家聊一下就是 住在加拿大法語區到底是什麼樣的感覺 好啦 那就廢話不多說 趕快開始吧 好啦 我最常被問的問題就是 不會說法文有關係嗎? 好 我現在住在Montreau的Downtown 所以就算我不說法文也不太有關係 不過這裡真的就是一個雙語城市 也就是你在路上遇到的每一個人 基本上都會講法文跟英文 這裡會之所以成為一個雙語城市 是因為它其實有很嚴格的語言政策 什麼是語言政策呢? 就是它會規定這裡的人用什麼樣的語言 路名的話呢 全部都一定是法文 然後像是路上的招牌呢 基本上只能收是法文 這個是法律上面規定的 所以這個地方才會到處都看得到法文 再來第二點就是他們是從教育的方面入手 也就是這裡的小孩呢 通通都要上法文學校 成五的小孩吧 通通都上法文的國小 國中 那我現在念的Mcgill University 它其實是英文學校 也就是主要的授課語言是英文 不過它同時也有一個規定 就是說如果你想要交報告的時候 你可以交英文或法文 教授就算是美國人好了 你也可以交法文報告給他 就是這個教授他應該要自己去解決他的法文問題 所以你可以知道就是French在這個法語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強勢 對我來說缺點就是我看不懂菜單 我點菜的方式都是用Instagram 我只要上Instagram然後就是搜尋這家店的名字 然後就是看照片 然後就說我要這個我要那個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菜單上寫什麼 在我住的這一區 不講法文是完全沒關係的 我只要講Hi之後 都是英文了 所以這邊就是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開關 就是Switch或Switch這樣 再來呢就是治安 這裡的治安真的超級好 這是好樂 所以你會忘記鎖門 我知道在北美很多地方 怎麼過個八點不能出門 我可以在圖書館讀書讀到十二點 然後走路走十五分鐘回家 我覺得這裡真的是一個貧富差距很小的城市 可能在Vancouver吧 就會你會吃到就是這區就是 超級豐富 然後這區就是 像中級級 正在這裡沒有就是大家都是中級級 所以每一個人就是有一種 異常的 平靜的感覺 然後我必須說治安真的非常好 前陣子想要把房子租給別人 然後他問我說 附近會不會有人拿槍 然後我就 拿槍 再來呢就是最值得講就是天氣 一個字 冷 冷到新境界 冷到 真的要忘記自己是誰 那麼冷到 我每次買就是買菜回來 我都不想要放冰箱 我很想把我整個菜籃車放在陽台 因為外面比我冰箱還要冷啊 好這裡的冬天呢 大概從11月開始下雪 下到3月 那最冷最冷的一天可以到-30度 那一個平常天呢 就是一個 今天就是普通冷的天呢 大概-10-15度 室內都會大開暖氣 所以如果你 像是台灣很流行那種什麼發熱衣 然後再加小毛衣 然後再加大毛衣 然後再加一個風衣 那種穿法一定會死 像台灣那種叫做洋蔥式穿搭 在這裡呢 毛衣就是什麼 玉米式穿搭吧 就是那裡面只穿少少 但是你穿一個超級浴寒的外套 你整個冬天看起來就是那套外套的樣子 然後因為你都穿一樣的大衣 加上一樣的雪雪 所以你每天看起來都一模一樣 然後從11月到4月 你每天看起來都是一模一樣 ZERO FASHION SENSE ZERO ZERO 下雪最煩的就是走路 因為你走三步退一步嘛 而且回家之後呢 因為地上都會撒很多小石頭跟鹽 所以你的靴子上面都會有鹽的結晶 然後呢 一走進家裡 地上都是小石頭 然後我就說這好噁心 經過了酷寒之後 到了三四月 三四月裡 剛剛你這樣溶雪了嗎 溶雪呢 是比下雪更噁心的 因為溶雪之後 地上呢 都是泥巴 整個路面都變成就是沼澤地 然後你走出去之後就 啪滋啪滋 整條路都在啪滋啪滋 超噁心 真的超噁 真的超噁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冬天啊 真的會鬱悶 太陽四點就下山 所以學校都會提供就是 Sun lamp 不是這種一般的lamp 這種一般的lamp 它沒有那種就是什麼 陽光的那個波長還是什麼吧 我還記得我跟我的很多同學 都是一直到三四月的時候 突然發現過去這段時間都很不快樂 突然變回正常之後 你才知道原來這是我原本的心情跟狀態 所以我覺得冬天真的是一個還蠻大的考驗 尤其是對於住在這裡一個人住的留學生來說 其實會蠻辛苦的 不過夏天真的夏天真的超棒 夏天呢太陽像現在太陽呢 一直到八點半都還是亮的 重點是暖暖的 大概23度吧 都不用開冷氣喔 然後就是在外面草地上讀書啊 曬太陽啊 然後耍廢啊 耍廢之都啊 這裡真的很適合耍廢 路上都有椅子 然後你就可以坐下來耍廢 然後你就在那邊弄手機 然後發呆 好啦那這就是我在法語區的生活 其實總體來說 I think it's not like my favorite place on earth but I learned to like it I learned to appreciate the good part of it Yeah So that's about it Thank you guys for watching and I'll see you guys really soon Bye I'll see you guys